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哇哇哇 為你介紹今天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社會記者戴智陽先生 第二位是媒體人王瑞德先生 還有一位是藝人布蘭妮小姐 以及技工律師張廷珍 張律師 歡迎四位特別來賓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這個新聞我都覺得 是我們人生經驗太少了 這真的是第一次聽到 這個事情是這樣 這個孤告名狀 它的標題叫掃控毀謗難承 告名狀 這個事情是這個阿嬤 有一個阿嬤她有四個女孩 兩個女孩 這個阿嬤十二年前出車禍 狀她的剛好是大孫的高中同學 走路去撞到 就鄭下所在不是你們同學 就是我們什麼阿嬤 都會肯定引氣都會遇到有關係的 就握床十二年 然後呢就後來過世了 過世之後呢 這個有幾個習俗先問一下 什麼叫百日記 做...做記嗎? 白日記 我們有初七二三七四七 還有百日 還有對尼 一週年的時候做對尼 就是過世一百天 要做一個記點就對了 對...現在有的人會把對尼 跟週年記對不對 一起做 在第四孫的時候 就是萬筍的時候 七七四十九萬筍的時候 都會把它做完 那這個阿嬤呢 他十二年前呢 被機車撞倒 因為腦震盪送醫開刀 一開刀就癱瘓了 癱瘓呢 臥瘓呢 臥床十二年 前後開刀大概有五次 那麼總共十二年 花了六百萬的醫藥費 差不多喔 你一年齁 也要五六十萬 好 都是有兩個兒子 我們剛剛講這阿嬤有幾個小孩 兩個兒子 四個女兒 都是這兩個兒子來分攤的 結果今年七個阿嬤就是 因為臥床十二年 八十四歲也走了 然後呢 白日記的時候呢 可能臺灣民間的習俗是這樣 就是說 女兒一趟 跟女兒一趟 小金爪 原來是要分開燒的 我們也不知道 這可能要問濟公律師 做八日是不是女兒 跟女兒的要分開 我知道做孫 有女兒孫 對 孫啊孫 結果 說起來奇怪 金爪 奇怪 前女兒那邊 點的金爪 就是切切這樣 做好點起來 前女兒這點 這趟就是點不起來 奇怪 是不是裡面 要拌一拌 有時候空氣不流通 裡面 拌太高 都不倒 這樣就對了 點三次不倒 就拌 一拌 裡面拌一拌 這個 大家好奇 就把這個信 打開來 哇哩哩不打開還好 一打開 寄信人是四個姑姑連迷 在這裡 四個姑姑連名 李美鳳 李美華 李秋彥 李美蘭 楊四間女兒 你嚇到那裡 嚇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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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陰間的母親大人 但母親大人沒有人 不是 所以陰間 請我媽媽的朋友 念給我媽媽聽 也是有人收到 還有人收到 對 而且寫給李吳布 女士收 還給他倒閃 是 所以 結果 大家打開來看 這封培 原來 他 四個姑姑 跟他阿嬤告狀 說 母 我告訴你 你怕你的四個 就是他自己害的 你媳婦 自己保險 保三百萬 讓你大孫 串謀同學 不是說高中同學嗎 自己弄四個 阿嬤 你就要認真 你就要先認 讓這個派媳婦 看他可以半生不遂 阿嬤把眼睛找到 阿嬤 又再強調 我告訴你 這對母親真的有夠派 有夠壞 這樣就對了 很棒 我看到 大家都在現場 百日祭祀 全部的家族都在 全部在 哇 真的抓狂 當中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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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得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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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就要說 媽媽你 就要讓他們半生不遂 半生不能動 或者讓他們去失明 才知道別人有多痛苦 所以這其實有好多社會層面的意義 沒錯 那麼結果 結果他就當場 這個大孫就抓狂 你為什麼跟我們阿嬤這樣說 不然你阿嬤正義在哪裡 阿嬤說 沒有正義 人在做 聽你看 他說我手上有證據 但是呢 我當場拿不出來 人在做 人在做 聽你看 那大孫也承認 現在是他寫的 結果阿嬤 總要把他的腿拿來抓住 結果他不知道這個孫 原本沒有什麼 這中間 跟律師有關的就是後面 因為 開會之後呢 他們要告姑姑們毀謗 請問 郭輝成立 這應該是 因為毀謗會是普通毀謗跟加重毀謗 那如果以文字圖畫 寫成書信的話應該是加重毀謗 不過是要照著你自己拿出來 對 但是這個要見 必須要意圖散佈於眾 他不是要散佈於眾 散佈於眾 有啦 散佈於眾指的是陰間的大眾 不是陽間律法所規範這些人 因為我們的法院沒有辦法抓陰間的來做證 所以他們有沒有在陰間留 所以他不是討論要規範的這個 加重毀謗罪的犯罪行為 所以他們不該當是確定的啦 因為當時他沒有要散佈嘛 而且也不是要給人間的人知道這個事情 他是要從陰間去下手 很奇怪 燒金鑽燒到不會倒 沒有 可能性的關係 太厚了 太厚了 空親親不死 他只有一夜而已 沒有啦 拜託 就給他 給你牛皮紙袋好了 也不可能說點三個點不倒 對啊 所以這個也很好 所以這個就是另外一種曲折 這曲折嘛 譬如說事實上 對啦 你是曲折啦 那是缺點啦 我弄分心 對… 可是喔 現在想回來 依我的理解 譬如說 扮扮扮扮扮扮扮 像這個阿嬤他這樣子 車禍 沒有錯 剛好巧合的是他長孫的同學撞到他 可是就這個阿嬤來講 他會車禍 而且拖這麼久又開了五車刀 那基本上這屬於應該是 如果通常來講 常態下都是所謂英國業障討報下 所以才這種重病在床 而且就是折磨大家 不過對這死阿嬤來說 他也很辛苦 你看多十二年了 但是如果他臥病在床這麼久 事實上折磨很重 我覺得有一個朋友 他爸爸也被本來很壯的人 車禍得臥病了也差不多十年 那家裡的家運就慢慢的會中落 那這個時候在辦喪事 大家又這樣子反目成仇 這對這個家族的家運是不好的 那當然就說 事實上我理解 每個家族會做一家人 是百年修得同傳度嘛 不只夫妻啦 但是也很多的家裡面的人 兄弟姐妹喔 父母親之間還有孫子 有些是累世的業障因果 最沉重的最難搞定的 恩怨情仇沒辦法分清楚的 就把它放在一個家裡面 去大家一起玩啦 可以說玩嗎 你剛講的是十年修得同傳度 百年修得共枕棉 可是現在那個共枕棉 我真的也不知道這怎麼修 因為都只睡一個晚上就走了 所以有需要修百年嗎 一回頭已百年生 喔喔喔喔喔喔 了解了嗎 了解了解了解 因為這三期末節 所以善緣惡緣滅緣都混在一起 所以連包括月下老人都不簽紅線的 太難簽了啦 不是而且我覺得這裡面有些社會學的意義在裡面 就是說你看這四個姑姑 內心的悲憤到無處可宣洩 她竟然要用告明狀 借助於就是我們在人世間已經沒有 通常要很冤對不對 才會去寄望說陰間的 這個世界從法律之外還沒有其他的力量 可以對不公不義的事情 可以被討回公道那樣子 所以這中間有很多的怨在裡面 其實他的內文你才知道他有多恨 非常可憐 因為他說 你被撞是他叫同學去撞 然後呢 這個 孫子要去看 同學要去看 都被媽媽阻止 就是他們 要說他們阿嫂 阿嫂的組織也有去看 那 他的保險 有300萬元 有誰說的你知道嗎 保險優元講的 他跟阿嬤說阿嬤應該就是二姐 就是阿嬤說 而且 他到現在阿嬤還不知道 有鄉會 他們都用嫁威 到現在又很可憐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死了他現在又一臨爸爸 你知道嗎 就是作為姑姑 看到女兒看到嫂嫂這樣 當然就很憤怒啊 但是有沒有證據我不曉得 因為這是姓是這樣寫的 而且 不知道他們的姬妹 是不是真的同 是不是 因為我看這個名字 其實是 其實是一個人寫的筆跡 對阿就是大姐代筆 代筆 四個姐妹真的都同意嗎 有沒有同意 對 但那天開會是都有這場 都有這場 喔 要想 那個如果大家 那時候在那裡收金 大家不都會做會嗎 那忽然說到這場 那時候 大家的兄弟姐妹 不知道是不是 那邊 那邊 不過說鄭大哥 我是覺得 其實看完這一封信的內容 包括後面他們 他們的所作所為 是這個 告明狀態行為之後 其實我發覺 你們有沒有發覺 這四個姐妹 恨的是誰 就是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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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這就跟我們 傳統社會裡面 大嫂跟小姑不合 手裡不合之間 永遠都是 姑嫂 就是一個傳統問題 所以我覺得 他們應該可能是 之前搞不好大嫂 嫁進門之後 然後就跟他們 向來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互動 或是有一些干戈 所以他信裡面 也會指到 指說 當初他媽媽 臥病在床的時候 都是大嫂不讓我們去看嘛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整個 倒也不是為了什麼爭產 這可能就是說 家族問題 以前可能 媽媽在的時候 爸爸在的時候 不忍心讓他扶上檯面 但現在大家走了 我們就讓他來 張醫師 你在這裡 到底告明狀有效 沒有效 如果他這個 應該不算告明狀 這只是 就是說 媽媽 你也比較有 告明狀 對 這不算告明狀 真的我們告明狀 是像 譬如說 要正式上書文 要跟神 而且書文 一般就給這個 透過成王爺 專給這個 十殿炎君 那事實上 幽冥界 我們知道人間是陽間 那叫陰間 陰間裡面叫幽冥界 裡面的主宰是 地藏王菩薩 或者說地藏古佛 那他下面有十殿炎君 和什麼東域大帝 對 所以現在人的因果報應 如果是一般的 炎王發出來的 要來討報的 那種叫做 因果報常令 但是有些重大案件來報仇的 就很快就人死亡 重大車禍 或者起橫貨 或者很快就是癌症那種 那是屬於所謂 揮槍壞劑 那屬於東域大帝發下來的 那告明狀要像這些單位去 如果告明狀 譬如說 如果沒有戴智陽做 不好 我就會用告明狀的方式嗎 對啊 你如果一種是去燒香禀報 還一種是寫成書文 寫成書文 寫冤就對了 找一個能夠通達陰間的人 有些有特殊的提示 他能夠幫忙傳達出去 我們台南 我們台南東域大帝有沒有 例如救命的 那你如果真的有冤區的話 你可以寫正式的書文 跟東域大帝 然後經過他的程序燒給他 那也不是說 不是像你想像中 你要叫他其名 不是這樣 他會去查明 到底是不是有這樣的事情 他會給他兼顧 兼顧的方式很多 比如說他派個鬼差 黑白無常來跟你拼一下 讓你自己不會再這樣子做 他有很多的方式 其實鄭大哥剛剛提的 因為報紙只有寫一點點 你從這封信看出來 真的是對這個嫂嫂 是很無量情的 對 沒錯 已經是多年的寄願了 其實他說的其實就是 覺得這個不好的媳婦 要加事這樣就對了 這次阿公應該是人的媳婦 對 應該是很友好 不然這樣說人 對不對 不過他講的很多事情 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搞不好真的是可以放大解釋 他說以前請外勞 也是不請會聽台語的 怕人家知道他對公婆不孝 都請不會講台語的 也請那個不會講國語的 我怎麼在講 對不對 所以呢 外勞會簡單的國語 他說 要來要受訓 你一定要給他好看 有很多不孝媳婦 真的 這個會是什麼 有時候是因為 其實因為長期的積怨已久 所以不可 不可的原因 不可了以後 其實做什麼事情 都有不同的角度 可是你又從 他對媽媽的思念 又是這麼的真切 看來文筆不是很好 可是其實表達感情 你需要為人 他說我現在很想你的媽媽 太擴敏了她 不知道你在另外一個世界 過得好嗎 今年九月五日是你的白日 我現在要把你準備衣服 褲子 襪子 還有手提包 希望你會喜歡 稍微一些扣銀 和抓錢 希望你在另外一個世界 可以得到 到這邊 我覺得都還好 都還好 後面就急轉之下 急轉之下 後面的話還可以說 就是你會被撞 就是這樣 這樣 所以 對啊 這也就應該有出名 其實是對母親的不捨 對 情緒的轉移 然後這些 姑嫂之間的不合 你也看出來 搞不好婆媳之間也不是很合 也許是 了解 婆媳之間也不合 選案其實 張律師這邊也有金門的選案 是 那是怎樣 金門這個案子 就是有一個高中的學生被 疑似被他當時的主任教官 打了 婚死 又棄 在拋棄的過程中 他死亡 那這個案子 奇怪的問題是 因為當時是 100年的時候 我去金門開庭 那開庭的時候 就是暑假的時候 然後 剛好那個 那個學校的校長 安排去住他們 學校的那個實行 是為這個案子去嗎 不是 我是為了一個朋友 拜託的案子 是一個職堂的事情 有一些靈界的因素 說去幫他協助 可是去的時候 沒有住旅館 去住那個實習旅館 在學校裡面 那晚上就一直睡不好 那我覺得那家 那學校有鬼啊 而且當時要進去的時候 校長一直開門 開到滿頭大汗 然後很緊張這樣 然後看著那個旅館的房間 都掉了白布 床單洗好之後 不是都掉起來嗎 就好像那個 白布 好像名堂這樣 然後就覺得 師傅你管這樣教喔 哈哈哈哈哈哈 你嚇死人 背單就掉起來 然後掉著這樣子 好像是晚連這樣 我想說 還是沒關係 這個好像是 生命學的 生命系的那種 對啊 但是那不管他 反正晚上就 喝了酒就一定睡覺 不管他了 結果晚上喝了酒之後 睡不著 整個晚上就翻來覆去 那隔天我問校長說 欸校長你們學校 到底有什麼事 他說沒有我們學校沒什麼事啊 我說做校長十年了 晚上連地下室 我都繼續尋查 為什麼他要講地下室 我就覺得地下室 三個字我覺得有點敏感 連地下室 我都去尋查 都去都沒什麼事 地下室一定有什麼事 特別強調 我不知道什麼事啊 怎麼問得出來 後來剛好我同學 隔一次我又去開庭 就拜訪我的同學 那時候他在擔任檢察長 聊的時候 就沒聊到這一段 所以他們有個 有個科長的妹妹有癌症 然後希望我做一些協助幫忙 那就看完他妹妹路上的時候 就他直直開車 我就問他說 欸他怎麼樣 有幾個有沒有什麼 未破的命案啊 他只是講說有一件 我們學校 他講到學校的時候 我頭就馬起來了 真的有一件 但是我想 他講金門農工嘛 就在太府邊上那個 我想說 哇真的是冰狗 後來講那些細節 原來是真的有個學生 他的學長 但是案子已經很久了 那時候孩子呢 是死後大概是 他爸媽六年不下帳 都放在花崗石醫院的冰櫃 因為一定認為是冤案 冤案 因為連刑警拍的照片都不見了 死者掉在屋頂的眼鏡也不見了 那騎腳踏車去學校的那 車子也不見了 都不見了 證物都不見了 然後現場都破壞了 所以說他爸爸媽媽就成冤不得雪 他們到哪裡都去拉白布條 就希望找到兇手了 抱抱歉 這是他當時的新聞 那案子是當時的法醫 他驗的那個法醫 高監署的法醫 驗的認為說 他是因為感情因素 自己跳樓自殺了 失足墜樓 可是兩年後呢 因為當時陳水在現場 很積極的去運化 所以就去什麼 楊睿松博士在退休前半年 他去驗了 重驗了 重驗的結果很清楚 他講的是他殺 而且他身上的殺 他手上有被抓傷 然後胸口的心窩呢 有一個拳頭大的這個瘀傷 然後還有顯然他從身上的傷口 看起來呢 他應該有在死前 有經過爭執追逐拉扯推打 推碰的情形而造成失守 或有意推落才死亡 這是非常證明不是自殺 楊睿松是很確定 而且我聽說楊睿松博士 他要驗這個 已經兩年冰凍兩年的乾燥屍體的時候 他是推出來 而且要燒香 禱告 天地 所以如果有冤要報冤 有仇見仇 然後就是要能夠真相得雪 他這樣駐島住宅 去重新解剖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是真的這樣 那我就說我陪著他 我後來就找他爸爸 我主動去聯絡他爸爸 然後他很謹慎的 說會不會是害他的人 那我讓他爸爸了解之後呢 我先約他爸爸呢 就是說到他家的排位前 他們有刻一個深處牌 就幫他刻 就他爸爸後來幫他刻個牌位 他們鄉下會這樣子做一個彩排 我在牌位前就去拔杯 問說到底你是不是真的是 不是意外死亡 是真的有冤情 在那個時候呢 到他家的時候 門口就下得茫茫的細雨 可是進去要拔杯的時候 開始黑天暗地 開始下大雨 然後再拔 先把魂掉來要三杯嘛 結果他是兩聖杯之後 四個孝杯 那我說你一定要再一聖 確定你的魂在這裡 那真的再一杯 結果問說你真的是冤死的嗎 是被害死的嗎 如果你真的是 因為是被害死的話 你要給我連三聖杯 結果真的是連三聖杯 而且在三杯的時候 剛好打三聲響雷 真的有冤情 所以我心裡感觸很深 我說你知道 那時候已經18年了 案發的83年 這個案子 17年 因為83年發生的案子 我去看他已經一民國100年了 那後來呢 這個案子 我就找了他爸爸一起去 那個京城舞蹈城隍廟 城隍老爺再去求證 去求證 拔杯求證 而且就是說希望城隍老爺 能夠再幫這案子 能夠能夠讓真相 能夠再呈現出來 那拔杯的過程裡面 問出來的最好玩 就是問什麼 問說他是過失傷害致死嗎 還是蓄意謀殺 對 就是 那我不敢問說蓄意謀殺 我說不確定的故意殺人 是嗎 這兩個都沒杯 問他是傷害致死的嗎 勝杯 這個表示說 傷害致死 因為他是 身上有毆打的 追逐人 可能要把他電一下 跟電過頭上死去 因為後來還有一個別的事 因為他跟別的教官吵架 他是那個 糾察隊 那教官指證他 他抽煙什麼 他這個教官三字經回報他 那這個教官就投訴主任教官 主任教官就約他 在街上碰到他 下課後 碰到這個學生 晚上你來找我 學生都回家對不對 騎摩托車要去 爸爸說不可以騎摩托車 他騎腳踏車去 去之後 晚上發生的信息 就沒有回家了 等到爸媽扮演去找他的時候 來不及 找不到他 可是他過程裡面 他應該什麼 這教官有前科 就說 他是練跆拳道 練琴拿術的 他喜歡打學生的薰窩 他打下去是昏死的 所以他把他丟下去的時候 他半夜丟下去 可能六點多發生 丟下去之後 他九點多 學生在晚自習 聽到他 哎呦 哎呦 這叫的聲音 要呼救 孩子不敢去看啊 所以那時候他丟在地下室 死在地下室 哦 那侯友宜 做出 侯友宜在刑事局長的時候 還去查 他用沙包從樓上丟下來 那我判斷不是從四樓丟下來 那是顧目一陣的 他事實上是從一樓的操場 丟到地下室裡面 所以沒有那麼快死亡 也沒有那麼高 所以他身上的受傷情況 跟出血情況 不是那麼嚴重 可是案子冤了 這沒辦法 也時效過了 可是真的有冤嗎 從 但是他臨前拔杯 天公共殺 三香響雷 陳王老爺爺說真的是冤死的 那是互相印證 對 那冤死所以後來真的也沒有破案 凶手也沒有抓到 凶手就是 可能就是 陳王爺爺說他 可是事實上 在人間的旅館上 沒辦法破啊 那為什麼呢 他過去式的因果業障 糾纏住他 那父母親跟這個孩子是共業 所以這樣糾纏 可是案子真的太冤了 所以很多人認為說 或者在靈界來講 會引這個機緣 讓我去了解 住到了旅館 晚上睡不著 感應到之後才去追蹤 那當然他也告名狀 陳王爺也是用燒相的方式 跟老爺說 現在有機會還原 那這樣他父母更過不去吧 對 但是也只好慢慢平啊 總是我們節目上 我曾經有台宣話過這個情況 希望總是讓他知道說 他真的是原始的 不是自己因為感情因素去跳樓 因為他沒有女朋友啊 那涉嫌重大那個人 這個學生會不會去找他 找他就說我問的結果 他說他也有請法師 所以這個人的家裡是開商店 我有去他家看過 他擺了一個那個誰 鍾葵 擺在他正門的地方 他在什麼 那鍾葵就踩著小鬼的 他是用那個來鎮壓 讓外人不敢進來 不敢進來 那你說嗎 如果這樣就有空 我也可以害人 不是啊 就是說他自己有因果業障 才是發生這個冤案 所以他要討報要生冤 就有很多阻礙 好 剛剛我們講的是告名狀 不然你們是告陽狀 對不對 而且是親人互告 對 是誰告你 是弟媳婦跟媽媽 還有弟弟 媽媽還要替你告 對 其實在 還有女兒 對 那這個罪狀 當一般的正常人聽到 他會覺得就是說 媽媽會告你 那你一定是十二補色 可是 在民國 一本年九月十三號的時候 爸爸倒下去送到 臺灣醫院去急診 爸爸在八天之後 就不幸就往生 所以是車禍還是電 不是在家 因為弟弟從台中上來 沒幾個小時 爸爸就送急診 那當下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爸爸身體也滿好的 那為什麼會突然間就倒下去 那因為爸爸有心血管 77歲 但是爸爸有心血管 心血管跟肺部的疾病 我趕到臺灣醫院的時候 我進去急診室 醫生很緊張說 奇怪 為什麼是這個老人家是路上跌倒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沒有看到家屬 那我說不是 是弟弟把他送過來的 後來他說 可是家屬送過來 為什麼找不到家屬 那我就四處去找 我弟弟竟然是在臺灣醫院的拉米 那他那時候是在滑手機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在玩手機還是怎樣 我當下我很神奇 我就很大聲的罵了他一句說 爸爸躺在急診室 你既然有心情在玩手機 他回了我一句說 我不是醫生啊 好那這下我也覺得說我釋放 那我就走進去 結果我跟爸爸講 爸爸就馬上眼淚就掉下來 我說爸爸發生什麼事 那就這事情過去之後 那我們就緊急通知所有的國外的妹妹 還有花蓮的哥哥 還有一些我們的親戚 那當親戚趕來的時候 因為我住台北 我就沒有住在爸爸家裡面 所有的親戚都住進去 因為爸爸在九月子上倒下去 但是在八月份的時候 他賣掉一張張大謙的畫 新台幣八百萬 還有賣掉一隻藍寶石的戒指 兩百二十萬 那因為爸爸的房間都不讓人家進去 雖然有外勞 可是都是我在整理 那爸爸有一天 我在幫他換床單的時候 爸爸跟我說 欸 你看我那裡有金鎖 我說 哎呦 醫生 你怎麼放金鎖在那裡等到 他說 沒沒沒 我把錢都放在這裡 因為爸爸沒有安全感 他做生意都是用現金的 那我就跟他說 這樣不方便 因為我有外勞 那爸爸說沒關係 這個錢不會掉 因為房間只有你進來 可是在爸爸倒下去當下 所有親戚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住在爸爸家裡 那我是跟所有的親戚講說 因為這麼多人進進出出錢 又沒有寫名字 那我知道有這筆錢 那我希望說這筆錢 是將來做為媽媽的養老 以及店裡的開箱 可是在這當下 就有一個親戚 就罵了我一句三字經 他說叫我滾回婆家去管我婆家的事 那我很難過 我就跟媽媽說 你兒子這樣子對待我 我覺得我很心痛 是你的弟弟還是哥哥 弟弟 就是你在醫院講他那個人 對 那媽媽講這樣 我就跟媽媽說 媽那抱歉 從今以後 除非爸爸好了回家 我才會再進這個家門 那從此之後 這八天當中 我都到醫院的那個交互病房去探視爸爸 可是不幸爸爸走了之後 走了之後 那辦完喪失的這一個月 我都沒有再回到我爸爸的店裡面 那哥哥在辦完喪失的時候 他就問所有的人說 嗯 那這一筆一千多萬的現金到哪裡去 這時候 就有個親戚 就講說 這筆錢就是那個林某某拿走的 那哥哥就覺得很奇怪啊 我一個月已經沒有回來 這個錢我怎麼拿 如果說我真的想要去 林某某就是布蘭妮就對了 對 然後 哥哥就覺得很奇怪 那哥哥當下就說 我們家有監視器 因為爸爸家請外勞 然後只有爸爸媽媽晚上只有兩個人而已 我也很怕東西掉了 那我也要自保 因為東西掉了 我將來我也要負責任 所以我在爸爸家幫爸爸裝了八支件事情 還有一個錄影機 然後 哥哥就說 那我們就把監視器 掉出來看 掉出來看 那弟弟當下就說 不要 明天我每一個人掃露一片給你們 那哥哥就說 好啊 你既然要掃露 那我就等 結果隔天 到了半晚 哥哥說 那監視器洗好了 錄 洗好了沒有 那就又有一個 某一個親戚又講了 嗯 他就被那個林某某 就是我啦 洗掉了 那哥哥就覺得不對啊 我那麼久沒有回來 那哥哥就說 好 那我有認識的調查局的朋友 我請他 可不可以如果 復原 復原 對 那弟弟又講說 沒有關係 你要 現在已經五點多了 可能也下班了 那 明天要 你再拿去 找人還原 結果隔天 哥哥醒來的時候 連主機都不見了 嗯 主機都不見了 結果講一講 又說是我進去拿的 可是因為我都沒有鑰匙 那這當下 我都不知道發生這些事情 是在之後 然後爸爸出病之後 那媽媽因為難過 然後他就說 他決定回台中去住 那這當下 我都用電話 跟媽媽聯絡 媽媽就告訴我說 他想回台中 他要離開這個傷心地 那我就說 好 那以後 我會常去看媽媽 就這樣回去之後 突然間 隔了沒多久 我跟哥哥就突然間 收到純正信函 那純正信函 是法院寄來的 拋棄繼承 裡面有媽媽 弟弟 還有姐姐的三個小孩 因為我姐姐在二十幾年前 就去吃了 那當下我很壓抑 爸爸沒有欠人家錢 那 為什麼他們會做這種動作 那我一直撥弟弟的手機 妹妹的手機 還有姐姐三個小孩的手機 都沒有人接電話 那上那間 我所有的親戚 只剩哥哥一個人 那我只有哥哥也找不到他們 因為哥哥也很緊張 為什麼你們要做抗棄繼承 那我們 結果一剎那間 只有哥哥找得到 我找得到哥哥 後來我就跟哥哥講說 大家都會親戚一場 好 那既然拋棄 可是我們願意坐下來談 我當下很天真的 以為說他們認為爸爸欠人家很多錢 那我就跟哥哥講 那我叫我老公發一張純真信函 就是說 沒有關係你們重人拋棄 但是爸爸沒有欠人家錢 我們可以坐下來談 我們還是照著比率 媽媽一半 然後一半之外 我們六個人再來評分 但是我們寄出去之後 將近一兩個禮拜都沒有回戶 但是電話也都沒有人接 都沒有人接之後 有一天我就靈機一動 我說那不對啊 那爸爸的店是丟下來要給誰管 那我就打到中心保全問說 因為爸爸的那個店緊急通訊 其實我爸爸還有弟弟 那爸爸走了 弟弟拋棄了 那我有這個責任 我要去看這個店到底怎麼了 我就打給中心保全 中心保全跟我說 每天都有人進入 那我就發覺不對啦 怎麼可以每天還有人進入 爸爸是開什麼店 古董店 古董店 難怪有賣張張那千的話 對 然後打去 然後發現說每天都有人進入 然後 鄰居又有人打電話說 欸某某人 不對喔 欸 平常爸爸在的時候 都沒有看到這些人 現在怎麼容 像有人在搬你們 從八樓搬東西下來 那當下我就打給房東 房東說 他們說從今以後房租就找我 林某某收 那我說 可是他們沒有人告訴我 我只有收到他們的拋棄繼承 那我又打給中心保全 中心保全說 他們說以後的保全費找我收 那當下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們拋棄繼承了 那你們又每天進入 那 那每天進入的是誰 結果也不知道是誰 然後我就問原來是我姐姐的兒子 嗯 我姐姐的兒子 已經去世的那個姐姐的兒子 對 那當下我又覺得說 那不行啊 如果說爸爸真的很不幸 有一天真的欠人家錢的話 那我跟哥哥 還有在國外的妹妹都沒有拋棄 那你們只想繼承遺產 那又很怕有 那不是拋棄了嗎 對 那他們有來搬什麼 這是在我之後 進去之後我承租起來 那因為我怕他們把東西都搬完之後 以後有負債的話 那我是不是很危險 那我就跟中心保全講說 從今以後 因為我也沒有鑰匙 我承租之後我也沒有鑰匙 但是我為了要保全我自己的清白 我就跟中心保全講說 我只要進入 你們一定要趕到 從今以後 只要有人進入 就中心保全一定要趕到 然後必須要有警察到 那如果有人要拿移動東西 或拿走東西 請中心保全幫我拍照跟登記 我只要求這樣而已 結果竟然被告 被告沒有侵佔強勢跟妨害自用 爸爸的店也是要處理 祖師讓他們好心去處理不是真的嗎 對 哥哥也認為是應該他跟弟弟處理 對啊 但是哥哥也不知道 因為哥哥跟我一樣 我們都局外人 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做了什麼 為什麼會去拋棄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會走到 我對不公堂的地方 所以那倒對 對不起 美人鋼那個問題 我覺得不錯就是說 這個弟弟拋棄繼承 那哥哥並沒有拋棄繼承 那你作為一個女兒 你乾脆就交給哥哥處理 對 我交給哥哥 可是因為哥哥住花蓮 那因為當初爸爸這個房子 是我幫爸爸代簽的 陳租的時候是我幫爸爸代簽 中心保全也是我幫 也幫爸爸代簽 他就找不到人 我找不到人 然後我也透過我媽媽 媽媽怎麼也找不到 媽媽找不到 電話也都沒有接 然後我透過我阿姨 還有透過我的舅舅 因為我為了要保全我自己的名譽 等一下說是我自己在處理 然後哥哥就說 那這樣子好了 因為他也不懂法律 那就叫我先生寫純真信函 可是我先生覺得他必須要避嫌 我們有寄純真信函給媽媽他們 他們都自自不離 可是你每個月房租 跟中心保全的費用必須要繳 那要多少錢 嗯 房租四萬塊 保全跟清潔跟電梯保養 大概六萬 那這三年來這個費用也都是由我 我在支付 因為哥哥的經濟能力沒有辦法 不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要清 不要想清算 要盤點一下 然後結束啊 因為沒有要開店啊 還是這個店你又要繼承 沒有我沒有要繼承 你這樣子每個月繳六萬 你沒有道理啊 不是說 裡面的東西 大家買買 寸多少 看怎麼照顧 噴噴噴的 最好不要再負擔了嘛 這好像是怎麼這麼負擔 沒有 我當初我們也是這樣子通知他們來 可是他們不出面的情況下 他又拋棄繼承了 那我也不敢去動 那我只好交給法院盤點 跟骨架 對 我覺得這是比較明智的 法院盤點跟骨架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來 對啦 不出來 奇怪 不出來面對位 很奇怪 他那個動力強勢跟 面試 他試到進去我 問題是 這實在是人世 如果老負責 大家想老負責 大家高 所以這就是當初有一陣子 我心裡蠻難過 我曾經去跟我爸爸上校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人上天堂 且沒有存銀行 你害得我們子孫對不攻他 那我有時候我也覺得很難過 又很離譜 你拋棄了 那你為什麼又要搬 為什麼又要拋棄 那我也告知你 爸爸並沒有負債 後來還是我先生 跟我兒子比較聰明 他們的解釋是說 會不會是因為 古董是不具名的動產 汽車跟機車是具名的動產 你不具名的動產 誰拿走 你沒有辦法 證明那就是爸爸的遺產範圍 這是在我們的感覺 那鑰匙又在他身上 那我不讓他進去 我並沒有不讓他進去 我一直強調 我沒有不讓他進去 你要進去可以 你會同我 一定要告訴大家 因為這才是大家的 我們大家一起過去 可是他們當下 告我侵占強制妨害自由 我很錯愕 那那陣子我也滿難過 我有去看憂鬱症的 醫生搞得你憂鬱症 但是他告我 說我精湛強制妨害自由 然後又一直找記者放話 其實我覺得 這對我造成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因為我的二女兒本來要婚家 然後因為這件事情 婚姻也告脆 我當媽媽的我也很難過 喔 我們世家本來要嫁人 不是 妹妹 不是 妹妹 喔 我說叫妹妹是吧 那那個事情為什麼會影響她的婚姻 不是 因為對方的父母一直這樣說 我們的鄰居一直說 你媳婦的媽媽是一個這麼忐忑無厭 又可以連自己的媽媽都趕出去的人 我覺得這個婚姻很像很恐怖 那當對方有這樣子講的時候 我跟她說 那大家有緣就再去 無緣就 我們不要互相折磨 不像我的女兒說嫁出去了 有了 活家就沒有人娘家 或是 因為我也曾經是人家的媳婦 所以 我女兒也蠻貼心 媽媽 該是我的 就是我的 你放心 我不會難過的 你說男方因為這樣子退婚喔 也不是 退婚是我們主動 是我們主動說不要的 所以我們主動說不要 人家有說賣嗎 她是沒有 可是我從她的語氣裡面 聽到猶豫而已 那我覺得說 如果是一個成熟 你相信 你怕自己的妻子 他這樣看不見就對了 那我覺得說 你如果相信我們的人 你就應該不會告訴我這一句話 你會觀察 她講什麼 她的醫師說 左右鄰居都在講 你這個準媳婦的媽媽怎麼可以 未來節目喔 把自己的媽媽都這樣 那你在媳婦記門可危險了 一馬歸一馬 那更讓我難過的事 是有一次我走在路上 有一對夫妻 跟我說 哎呀 那就是很不跟小的布蘭妮 我聽到當下我很難過 我躲到沒地方躲 可是我的眼淚一直流 我躲在地上 好多人問我怎麼了 我跟他說沒有 我受傷了 我走不動 他講到你 你聽到就對了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 很大聲 很大聲 他就說你看 在公開場合嗎 對 在馬路上 可是我 你媽媽也有兩個好心 你是要怎麼看 對不對 哪有好心啊 沒有 而且我要 我要講的事當中 就是說這二十幾年來 爸爸在台北 都是我一個人照顧我 相信我爸爸的所有客戶 還有我爸爸的 還有我們的鄰居 都可以知道 他們幾乎很少看到 我這些兄弟姐妹 那我不是說 我照顧爸爸我有多偉大 但是我覺得這是感恩的心 我有這個福氣 可以跟爸爸相處那麼久 可是 不要說因為爸爸一走 照顧的時候 沒有人要照顧 爸爸一倒 所有的子子順順 再遠都爬來了 那我覺得 你們也可以分是沒錯 可是你們不要 因為你們要拿了財產 然後又怕我說什麼 因為他們一直覺得 我先生是在司法界 退下來的 我們比較懂法律 所以他認為說 拋棄了 或許 以後我們要指責他們 他們可以光免彤晃地說 你看 我們都去拋棄了 那當下我的意思是說 我也不想跟他們爭什麼 我只是希望說 大家坐下來探 可是他們一直對著記者放話 那記者就寫了 協力怎樣 就寫說 很聳動的 就是說 我侵占上億的家產 然後把老母趕出去 然後甚至還有一個 有台的記者 他做了一個動畫 動畫 我推媽媽出去 就是那個動畫 其實 我今天也不知道該不該講 在演藝圈有一個大姐大 我女兒去上這個節目 結果 那個大姐大 跟我的經紀人說 施家跟他媽媽是一個有爭議的人 我不讓他上我的節目 說實在 我並不一定要讓我女兒上那個節目 可是我認為說 在演藝圈的大姐大 都會這樣子的誤解我們 我女兒以後如何做人 那我不是說我一定要分得財產 但是在這當中 他們拋棄之後 他們告我 已經敗訴了 然後 我不起訴 這當下 我的弟媳婦又去做了一個動作 這可能是史上司法界的最先例 他拋棄之後 他去恢復幾層 為什麼 他去派出所自首 說是他偽造我媽媽 跟我弟弟去拋棄的 那檢察官調我們去 那在這當下 就是我不是承認就是否認 那我承認 我就必須要拿出一千萬來 可是你殺了我全家 我也拿不出這麼一千多萬的現金 那唯有的我就是否認 我必須要抬頭挺胸 勇於面對死法 那我們就交給法院 那在這審判的當中 檢察官 你要承認什麼 你要否認什麼 沒有他說錢是我拿的啊 那一千萬現金你拿的 對 他說錢是我拿的 然後我又把媽媽趕出去啊 可是確實就不是這樣 那檢察官也查了兩年多以來 檢察官換我一個親拜 然後查得很記性名 那我覺得就是說 我沒有做這件事 你這樣子汙蔑我 那檢察官在偵查的當中 也傳了護政事務所的人 那護政事務所的人 那護政事務所的人 到台中地檢署去的時候 他有講我媽媽是申請居家服務 因為媽媽年紀大了 他申請居家服務 他說他有問媽媽 你知道你要申請什麼嗎 他說媽媽跟他說他要申請印件證明 那媽媽 他問媽媽說印件證明 你知道要幹嘛 他說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這護政事務所的他的說辭 對我也是一種保障 因為我跟護政事務所的人不熟 然後問了我弟弟 我弟弟是自己去 那你說媽媽不是子 弟弟你為什麼要辦拋棄繼承 你印件證明 難道你不知道嗎 對不對 那你辦了之後 後來檢察官又查到了 他們是五個人親自到法院 用書寫的不是大字的 每一個人個人簽名 後來檢察官調出來 所以我的弟媳婦就被 起訴了偽造文書的這個罪名 他這個罪證確鑿 但是因為媽媽 在弟媳婦去自首的時候 弟媳婦是加害者 媽媽跟弟弟是受害者 他們去做筆錄的時候 他們是說你加害我 我原諒你 所以我弟媳婦 他當下的偽造文書是判 沒有 當下的偽造文書是判緩刑的 他拿了這個緩刑 又到地院去 恢復繼承 所以我當下我是覺得就是說 你為什麼又會去做這種動作 你其實來跟我談 你要財產我們大家做下來 那為什麼他又要恢復繼承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檢察官的判例是說 有可能是他不知道說 他拿走的那些東西 寄走的那些東西 已涉及到侵佔了 所以他很怕 你的研判 會研判 所以他趕快一定要去恢復繼承 所以你的研判 一千零二十萬是他拿走了 我不能這樣子講 但是因為經由司法的調查 因為我們本人 因為現在有各司法 我們不能去查 但是經由說 他們被詐欺起訴了 所以我就經由附贈事務所去查 查了之後 然後終於發覺 這一筆巨額的錢 有某一部分是在 我在這邊不能講 我今天所說的 我會負法律責任 就在某個親人的戶頭裡面 那媽媽有告你 那你有告媽媽嗎 我沒有告媽媽 我只是告弟媳婦跟弟弟 但是因為檢察官有講 你告他們什麼 我告他偽造文書 偽造文書 有沒有告他們講 什麼毀謗還是什麼 毀謗是在之後 之後 對 因為我告他偽造文書 是弟媳婦偽造文書 那弟弟你拋棄了 你怎麼又恢復 那這足以構成 後來你有去找到媽媽嗎 我一直要去找媽媽 但是沒有辦法找媽媽 多久了 兩年多 兩年多 都沒有看過媽媽 除了開庭之外 母女相逢是在法庭裡面 他不讓你見嗎 媽媽不讓你見 媽媽對我很願對 我剛開始我不能釋懷 這個媽媽對你那晚 我們待會兒再說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媽媽以前 你跟媽媽的感情怎麼樣 非常好 非常好 好到什麼地步 好到好 其實是晚上我都幫他洗澡 然後有時候我都推他去散步 事情發生之前 之前 所以他是跟爸爸都住台北 沒有他是這 爸爸去世前兩年 我把他接來 因為爸爸跟媽媽 其實是成為村居的狀態 那媽媽一直跟我說 他很懷念 很想念爸爸 那我就跟爸爸講說 應該把媽媽接來 媽媽年紀大了 而且媽媽有時候吃了安眠 他有時候會出去獵遊 你知道嗎 那媽媽又自己住 那弟弟又另外住一間 那以前感情那麼好 為什麼忽然之間媽媽對你這麼怨 我不知道 我是在懷疑是 因為媽媽的手機 我們撥都已經是空好 會不會是 你們媽媽走 然後媽媽 沒有辦法接到我們的電話 還有我們撥到弟弟家 他電話會響 但是都沒有人接 那你知道媽媽在哪裡嗎 我知道 那知道你去那裡看就好 其實沒有人要開門 然後因為我委託我阿姨跟我舅舅 他們也都不開門 也不開門 你媽媽有生病 我覺得這個邏輯就是 那你的那個什麼 他長什麼阿姨去看 應該他就會開門 不是你去 都沒有 而且我要講一句最顯的 就是說我爸爸去世的時候 我們幾乎沒有 我們媽媽家的親人 還有爸爸家的親人 都沒有人到 都沒有人通知 唯有我通知到我四叔的女兒 她臨時趕過來 那她很壓抑說 為什麼爸爸的喪失 是那麼的倉促 而且沒有親人趕到 那當下我也跟弟弟講 我說蛤 因為他叫我不要管 我就不知道說出病那天 竟然是沒有親人 開庭的時候 我媽媽是拿著拐杖 要追著我打 她坐著 要追著我打 那我覺得就是說 媽媽的年紀也大了 到底是誰給她錯誤的信息 說我這個女兒這麼的遏制 然後甚至連我哥哥他也翻臉了 並不是只對我一個人 所以你跟你哥都翻臉就對了 對 對 我哥跟 所以這不知道 總是怎樣 那我覺得按照你 你弟弟跟弟媳婦搞這麼大的 費這麼大的倩 他們生活很困難嗎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他們生活肯定是有困難吧 或者說 可是很多人生活有困難 也沒有必要這樣啊 沒有 因為以前弟弟都沒有上班 都是在爸爸台中的店 那爸爸每個月 然後在爸爸倒下去的時候 我弟弟他發了一張純真信憾 台北跟台中的店都是他的 你如果說是你的 我也無話可說 可是你不要把事情弄那麼複雜 那最主要是一千零二十萬的癥結 找不到人來承擔這個罪 那你就要說是我 一千零二十萬就這樣 就是消失無蹤 對 從頭到尾就消失無蹤 那後來哥哥 其實這個如果報案 其實還是可以查得出來 那臨場他要緊張自己 對 都沒有 我哥哥說他有找過 因為哥哥那時候 他也在懷疑我 也在懷疑弟弟 我哥哥是站在中理的 所以哥哥在跟我談話 他也跟我錄音 跟弟弟談話他也錄音 所以我 甚至就像我先生講過的一句話 反走過必須留下痕跡 因為在我們還沒有 還沒有翻臉之前 哥哥曾經打電話給媽媽 那媽媽的手機是滑蓋型的 媽媽最用最基本的 那媽媽沒有滑蓋 他也沒有蓋好 就聽到某一個人 嘛 他說媽媽 上床來 他說就要你哥哥 然後他就說 那個 有一個親戚就說 那個人不太害怕了 當下哥哥聽到 哇 怎麼會這樣 人前人後不一樣 他想要奔責 你爸擔角就沒辦法給他 因為哥哥懷疑說 某個親人 你到底有沒有在動什麼手腳 那如果說 他今天把東西全部搬完了 有人把東西搬完 他認為我們也無可奈何 是啊 所以你們兄弟姐妹是分成幾派 我們到目前分成三派 姐姐在天國 跟爸爸是同一國的 那我跟哥哥 大哥 我跟大哥 弟弟跟妹妹 妹妹只有一個 一個 一個 以前你跟弟弟好嗎 非常好 啊 非常好 我每年都會 寒暑假都會帶小孩 所有親戚的小孩出國去玩 那我今天要的不是說 你一定要感謝我 還是怎麼樣 我的意思是說 有錢 真能腐蝕到人心 那什麼時候 你跟弟弟的感情 才這麼大的變化 就是在爸爸走了之後 那一剎那 我一夜之間 失去了父親 然後我也失去了所有的親人 只剩下哥哥 這個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然後因為我父母兩個都去世了 所以告訴各位就是說 事實上呢 當你的死亡證明書 下來的那一剎那 然後呢 那一剎那開始 你都不能再去動父母 死亡父母的任何的動產 跟不動產 在法律上規定是這樣 規定是這樣 但問題是說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認識一個 等於說在台北市呢 生意做得很大的 那她的這個媽媽去世的時候 你知道跟媽媽最疼 媽媽最疼 跟媽媽等於說最親近 可問題是最不孝的孩子 她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麼 她第一件事情是 當然媽媽要送醫院了 趕快送醫院 又不對了嘛 突然間昏倒幹嘛 送醫院之外呢 就是媽媽的皮包 媽媽的皮包裡面呢 有存折 有印章 還有保管箱的鑰匙 跟密碼 她立刻去把媽媽帳戶裡面的錢領走 然後呢 立刻拿著這個 當媽媽送醫院要急救嘛 對不對 逼啪啦的做那麼多事 跑到保管箱裡面呢 立刻打開把保管箱的東西 全部拿走 等一下 媽媽送醫院了沒 送醫院 送醫院之後 她趕快回來 趕快去弄這件事 她趕快回來 做這動作 那這些都是有機可循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嘛 不是那個都查得到 是誰去演啊 查得到啊 查得到啊 可是問題是 這件事情沒有人知道 保管箱裡面放什麼東西啊 你拿走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 你只會拍到你拿一個大的箱子出來 然後到一個辦公室 我們的保管箱只能拍到 你有進去拿東西 然後到一個小房間 但是她為了保護客戶的安全 她不會去拍你 小房間裡面放什麼東西 拿什麼東西啊 但你事實上再去點 律師陪同去調出錄影帶 當然你是不能這樣做 為什麼呢 因為媽媽去世嘛 媽媽去世那一刹那開始 你都不能動 就算媽媽還沒去世之前 都不能動 這個律師在這個地方嘛 死之前兩年贈餘的東西 對不對 父母贈餘給孩子子女的東西嘛 可以視為遺產一併處理 不是說我兩年 我這一兩年喔 我先給你 就算你的 那她的關係也很快 很快啊 對啊 媽媽很快 媽媽去送去賠儀 她身體就是配包 配不然有什麼東西去做 平衡時就在做她 人家就有在訓練模擬 你告訴我 我現在完全扔掉我 我一直在想我媽的存責放哪裡 你有這種問題嗎 我一直在想我媽的存責放哪裡 不要說那個動產 單單房子在台北市有十幾間 單單房子跑不掉 房子好好處理 問題是在 我們小小的一塊翡翠 現在可以賣到八百萬一千萬 他媽媽都在買這些主寶的東西 所以他爸媽媽放在銀行 保管箱裡面 有多少值錢的東西 沒有用啊 沒有用啊 他拿走了以後 當然女士後期跟他講 我否認啊 太太先鎖了 那應該不要摸啦 應該把它全部都弄一個殼子裝起來 大家都不知道你這是什麼東西 一定要比較不便 對 問一下 後來你補充一下 那媽媽的生活費照顧 現在是弟弟在負責 到今年八月之前 這幾年來的這個媽媽的外勞的費用 還是都是我在付 我付到八月 因為外勞三年必須要回去了 那因為他把我的外勞帶走 這對我也是一種 他如果非法使用 這對我也是一種風險啊 那我覺得就是說 我也不是說要論你跟他計較什麼 我的意思就是說 每個子女你三年三年 我們都來論都無所謂 那你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我 然後又對外箭頭都對向我說 我都沒有付這個費用 那我是比較在乎的就是說 我必須要在大眾面前就是說 雖然媽媽已經拋棄了 可是在今年的元月25號 雖然弟弟我還有保護令 但是我還是讓弟弟來帶媽媽 把比較好的東西 讓就是二分之一 媽媽先選走了之後 然後其他二分之一就 現在弟弟沒有了嘛 就是我還有妹妹 還有哥哥我們三個人 跟媽媽一起評分 這個另外的二分之一 那我也把我的那一部分 我覺得哥哥是長子 那我把我該得的那一份 我還是給哥哥 那證明說我並不是他的這個財產 那這週期間 我繳了好幾百萬的房租 以及費用 也沒有人說要跟我評分 那當 我是覺得蠻痛心的 就是說 當要分財產的時候 大家都爭相出頭 那要需要一些費用的時候 大家都跑去躲起來 那我必須要讓社會大眾知道說 我不攔你 我不在乎我有沒有在圓一圈 可是我是清白的 不然我如何以後如何教養我的子女 我對我的子女也要負一份責任 那我也不願意說 我在路上被人再指指點點 如果說你對我有疑問 你可以直接問我 我都可以直接的回答你 但是我必須要抬頭挺胸的 面對司法以及所有大眾 我真的沒有敢往 那司法嘛還你公道啊 都不起訴啊 可是現在還是有記者啊 記者在後面一直換話 那其中有個記者是被告的 我相信他應該要被告 被你告 被我告 還是被我告的 你就要講一下就是說 其實我們有的財產很多人 冷藏很久啊 不然骨灰就沒有要領回來啊 我們其實台灣曾經有一位 非常非常有錢的一個 等於說財團有錢人 那他的姐姐 姐姐很低調 他們姐姐嫁了以後很低調 可是姐姐過世了以後 就發生了一個事情 他的骨灰就是說已經火化了嘛 燒成骨灰卻沒有下葬 然後放在 借放在 委託張醫社借放在醫院 借放在醫院 那麼借放在醫院了以後呢 他有兩個兒子 兩個女兒 結果呢 兩個兒子因為不滿 就是說媽媽的骨灰放在這個醫院 那麼久沒辦法下葬 所以呢 就移動了媽媽的骨灰去葬在某一個地方 兩個女兒告 告 那我跟各位講究 結果最後的結果是兩個女兒告癮了 我告訴各位 雖然喔 雖然媽媽的骨灰 其實擴大的解釋就是媽媽的遺體 它遺體燒成骨灰嘛 其實是一致的 是一樣的 雖然跟我們民法上的物不太一樣 民法上的物是東西嘛 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是保障還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我們的計事 我們的規定呢 事實上媽媽的遺體 或是媽媽的骨灰 所以不屬於任何一個子女可以獨斷獨行的 所以你一定要經過 比如說這個案子裡面就四個人一定要同意 所以後來兩個女兒告上法院了以後呢 法院判兩個兒子輸 你知道嗎 因為認為說你們當時有協議啊 四個子女有協議說如果媽媽要葬的話 應該要葬在哪裡 然後呢兩個兒子是認為說 為什麼讓媽媽放那麼久 然後爸爸媽媽生前曾經說要合葬 所以他是把爸爸跟媽媽葬在一起 可是後來法院判不能 因為你們事先有經過協議了 要四個人同意 對 都要四個人同意才可以 所以後來變成說 兩個弟弟就告輸了 那是因為財產嗎 沒變成這樣嗎 這個案子裡面沒有財產的問題 比較沒有財產的問題 但是另外一個增產的例子 就有財產的問題 哇 101億喔 我每一個 我每一年 應該說每一個禮拜 我每個禮拜因為這個廣播電台 在那邊主持一個節目 我都會經過一個特定的廣播電台 那我都會看到這個靈堂 這個靈堂在的地方很特殊 它是一個很大很漂亮的 還有24小時保全的一個社區 但是它的那個一樓的那個店面 放一個靈堂在那個地方 還有它的像還有靈堂 一放超過一年 我每個禮拜都經過 那你想想看 三重喔 我每個禮拜都在三重 我每個禮拜都經過 那時候就很好奇 你知道嗎 為什麼會靈堂放這麼久 你知道嗎 放到媒體都報新聞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原來是非常有錢 它是我們北部地區 很大很大的一個地主 還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長 那它因為發生了一個意外事件 去世 大房二房 問題就來了 現在因為它的財產 我們台灣人不喜歡去談死 尤其年紀越大 包括洪詠慶都沒有做好它的規劃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 如果你賺錢是好事 賺錢我們通常都希望說 可以給我們的子女留下好的福音嘛 對不對 可是你如果沒有做好 沒有做好很多的安排的話 兒子女兒 然後要如何分佈 然後如何幹什麼 所以是說不好 說不好啊 所以靈堂擺那麼久 對啊 因為說不好啊 你忘了那個水果大王 陳曹某也是一樣嘛 他也是四年沒有下葬 所以我們說不好 靈堂擺那麼久 擺沒有人看的地方 沒有 我就是要擺到有 我就是要擺給人看 所以那個擺是一種壓力 擺是一種壓力 不讓他下葬 如果你是冰在冰櫃裡面 那是有冤 那不一樣 有冤所以我不讓他下葬 因為他有一口怨氣 他一定要等於說 他平反了以後 才要讓他下葬 我覺得有時候 人可以有不同的境界 這個境界跟你學歷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那麼像這種百億的 你說那種什麼 剛剛講那個大集團 那個每個都博士吧 OK 可是在這邊也過不去 對啊 那其實我那個時候 在巴黎的時候 我就聽到一個故事 那這故事是 傳為真的是佳話 OK 碧卡索是一個非常難得 在生前就享有盛名的 一個畫家 同時不像那個 凡古 西里奧再有名 所以他生前就享有盛名 可是他晚年非常的寂寞 因為每個來看他的親人 都是為了畫 因為他已經 就是一六十幾歲 就世界有名 他親在有一張座 你就是 大家來看都有畫 這樣就對了 所以他可以很清楚的 老人家很清楚知道 這個人情 那因為他那個時候很煩 所以他就決定要裝一個 那個防盜窗 就是他的那個陽台要改建 就請了一個工人 那工人很年輕 然後就每天來 就是很單純跟他聊天 結果 碧卡索很期待他每天來 他就是陪他講講話 對他也無所求 然後看他那麼辛苦 做這個鐵工 做那個窗戶改建的工人 他說 我送你一幅畫 你就不用做了這樣 他說 我對你畫沒戲劇 如果你真的要送我 我喜歡你廚房那個板手 因為那隻大板手 對我 那碧卡索簡直瘋了 你知道我這幅畫 你可以買多少板手嗎 Well 這樣子 我現在就最需要這一支 結果呢 碧卡索因為太喜歡這個工人 所以這個工作 其實幾個月就可以完成了 碧卡索一直拖 你知道嗎 這個再裝一點 那個再裝一點 然後工人 然後呢 就經常就 他說 我幫你當我的朋友 就送他畫 照理講 他這個畫可以拿去賣 沒有 他就拿拿拿拿 這個工程做了兩年 再怎樣都裝完了吧 這整個路線都搞了 他飛得走 因為他要去別的城市 他是一個人叫他 就去的一關工人這樣子 他必須離開碧卡索了 OK 然後呢 碧卡索就很懷念他 後來碧卡索在九十幾歲過世 好 請問你 這工人有沒有把那幅畫拿去賣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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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全部鎖在閣樓裡面的一個箱子 然後繼續到這個城市那個城市 他認為那個畫根本不是 對他來講 不是 OK 好 然後一直到他七十幾歲 工人也七十幾歲 工人也七十幾歲 就是前幾年的事情 OK 都已經七十歲了 OK 然後呢 你知道你是他的孫子 你會不會嘔死 他全部捐出來 捐給巴黎的那個美術館 然後他要捐這個畫的時候呢 碧卡索的基金會還來鑑定 因為怎麼突然出現 你知道多少嗎 兩百多張 還有最厲害的是 他兩年就兩百多張喔 他一直給啊 他手稿啊那些啊 對不對 還有他原來的手稿 那個補齊的碧卡索整個藝術生命 繪畫史裡面很重要 因為很多 你看那個樣子 他的原創的手稿是 對 哇 趕快全部人出來鑑定真聞 因為不可能出現這麼多這種東西 因為碧卡索的東西是 在誰手上都知道的 對啊 然後他全部捐出來 了不起 那他說什麼 碧卡索當我是朋友啊 朋友的東西我就幫他保管 我怎麼拿來賣掉 了不起 境界啊 我如果是一個工人 我也是要去扳手 這樣才會讓他做了不起 可是他後來 但是我告訴你 他後來已經知道 碧卡索多有名了嘛 對 他怎麼會不知道 對 在巴黎來講 你不要以為工人 他們的藝術修養還是非常 所以人生有比錢更重要的東西啊 不是 他覺得他當我是朋友 當然是這樣 你如果這個水店說的 啊 時髮你會嚇死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其實是 是 人有很多境界 對 你看那時候都沒有理會 對啊 他給我們一個奇美博物館 整個都關卡了 他說老財產給孩子 不是好事 對啊 結果你看 他造福台灣 沒錯 讓我們得到那些 那個文化資產 又很漂亮 大家有這麼想到 對啊 他的孩子也沒有 過來過去也沒問題 對啊 而且過完年以後 大家可以搭高鐵到台南去看 對啊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啊 其實我的弟弟從小 他到五十幾歲 他要歡迎回到我們現場 來 建議一點這個來賓的義務吧 對 對 你剛才說的 不開比卡索 先把比卡索的畫家好 要幫我分擔一份辦 比卡索 其實他曾經 他曾經唯一稱讚過 東方第一畫家 叫做齊白石 為什麼要講他齊白石呢 因為齊白石啊 收了徒弟 收了一位徒弟 叫做許麟爐啊 許麟爐活著沒事 死了以後出事 為什麼呢 他九十幾歲 死了以後出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生前的時候呢 收藏了他的老師 齊白石 徐悲鴻 這些人 七十二張畫 再加上三個紫紗糊 你知道總共建價多少錢嗎 現在 超過一百 絕對超過一百 絕對超過一百 本來沒事的 就因為建價一百零一以後 沒得了 為什麼呢 因為許麟爐 用毛筆寫了一個遺嘱 遺書就是說 遺書就是說 這些東西都送給我 這個親愛的太太就對了 所有的一切 包括字畫 紫紗糊 財產都送給他 這樣 你知道誰告他那個 那個媽媽 誰告媽媽嗎 就是兒子 孩子 孩子來告媽媽 為什麼要告媽媽 因為要求分割啊 要求根據他們的法律 財產遺產分割啊 還有 還有 還有子女出來說 這個簽 這個毛筆自己簽名 不是 看起來不是爸爸 你知道嗎 為了這個事情 你看一百零一億啊 所以 相較之下 你看 比卡索那個水定工的朋友 多好 可是比卡索沒有錯 錯 錯 沒有錯托付人 沒有錯托付錯人 不過說實在話 這個都是有 我們剛剛講的有禁戒 當然有禁戒 也有另外一種層次 這種層次就叫做宣示 大家來看這個圖 你們看這上面寫什麼 這種招牌都是賣房子的嗎 對 這個招牌很大 不是很小 這是好幾層樓高 就我們賣房子的廣告 樹在路邊 我才上一年 女兒就挖我墳墓 女兒就挖我墳墓 女兒就挖我墳墳 這不是一幅而已 第二幅 阿爸說要用心計較 不一定是你的 打拼彈的 才是自己的 那是他們阿爸 這個就是 阿爸 這一群子女的爸爸 再看 又有一張出來 阿爸說 夢想看 夢想看 他怎麼會這樣 有禁止 心想不安 你看 他有續集 對啊 他怎麼在猜幾塊 這三個大看板圍繞著 在台中市太平市 一個街角的一棟房子 繞著他這樣 這誰燈的 這誰燈的 那原因就是 阿爸他兒子 沒到他 女兒子 好故事來了 他們這三張看板圍繞著那棟房子 這一個也要 十萬塊吧 就是這一個人的家 就算是這個 阿爸的家 阿爸的家 他現在 六個子女 兩男 四女 都住在那邊 兩男 五女 都住在那邊 那住在那邊 後面發生什麼事 這過世之後 然後家中一樣 因為他遺產實在是真的不少 因為除了現金以外 然後還有土地 土地 然後加加點點大概值一兩億這樣子 好 那七個子女要分產了 對 那分產什麼 而且那個時候媽媽還在 不是說爸爸走了就沒了 媽媽還在 媽媽是有 比較小的女兒照顧 好 家裡分什麼兩派 兩個哥哥還有大姐這邊是一派 後面三姐四姐五姐那邊就一派 結果 這個大姐 大姐跟哥哥站在一起 然後他就訴了那個 這個一差 對 就訴理了這個看板 控告他的妹妹 控訴他的妹妹說 把這財產都拿走了 那為什麼 那個代理一年 他就拿起來 沒有 因為這個就是諷刺他 他就說 這個大姐意思 大姐意思就是說 你們這些妹妹看著 爸爸才剛過世一年 你們就要把他從墓裡這樣 砌起來有沒有 砌出來 那有效果嗎 對 後面有打官司 後面有打官司 對 後面官司其實結果我們並不知道 就是要拆除看板 對 除了要拆除看板以外 那第一個是拆除看板 然後第二個是判賠 所以姐姐他們要判賠 那個妨礙名譽的損失 那另外一個是高中女生 到總統臉書破文 那另外一個是 這個就比較有趣 我們有些事情弄出來 真的是很不堪 那是台中也是一個高中女孩子 欸 女孩子這很厲害喔 因為他爸爸媽媽 這小時候 因為媽媽得乳癌 後面走了 但後面留了一筆 這個款項信託 兩百多萬 對 然後就每個月說 要給他四萬塊的生活費 結果咧 爸爸看到有這兩百萬的那個錢 然後就把他凍結 帳戶凍結 所以這小女生 什麼錢都拿不到 什麼都拿不到 後面這小女生就拿 就寫信到總統府 他要給台中市長胡志強 到他們的信箱去 然後控訴爸爸說 對 結果說不養他 對啊 懸下怎會有如此可憎之人 不過坎白講 因為有關於信託 這件事情是 所有有關監護權 有走過的人都會去做研究的 這不太可能說爸爸可以凍結 因為你一旦是做信託 做信託 因為指定受款 受益人是這個 是小孩的話 是不太可憐 而且還有一個法定的一個監察人 會在裡面 還是先把 還是先把自己的身後 是做一個完整的